河南已经被热红了 即印度超高温天气袭击后 我国也将迎来超热夏天 北方干旱 南方洪浪释放了什么信号 今日 本次高温过程的鼎盛时段到来 在全球变暖影响之下 新疆 内蒙古 河北 北京 山西 山东 河南等高温的势头依旧很猛 多想研究表明 在可见的未来 尤其河北南部 河南 中北部 山东 西部一带 热烂似乎又一次对我国北方发起了猛烈的巾骨 且高温影响范围会逐渐扩大 强度增强 预计多地最高气温持续将在40度会上 你是否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浪 值得一提的是 北方的高温和南方的高温有很明显的不同 北方的高温主要由于受到大陆上的高空暖气控制 花北 黄淮等地受到较强盛的暖气团 知识每天的日照时数可能比南方还要多 空气湿度大约在20%到30%左右 空气湿度小 天气更加干燥 而南方主要是由西北太平洋附热带高压的影响 空气湿度基本上可以超过60% 所以日照时间多 阳光照射时间长 北方的干热就像烧烤 360度整体烘干 南方的水田和河流互不很多 高温天气下更像是在争丧囊 此外 在进入初夏季节以后 北方地区往往会在端午过后迎来高温暴击 主要是6月下旬和7月上旬 天气二号不说直接开启炙烤模式 再加上五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尚未进入雨季 所以金经济地区近期几乎霸占了全国高温榜前十米 呈现出了北方最高温度高滚南方的情况 以及城市快速扩容发展导致的城市热导效应 导致北方的夏天又热又寒 南方的高温季节则主要集中在7月后半段以后 分秒不停送来令人无法拒绝的热量 此时雨带已移至北方 北方的空气湿度会有所增加 转化为那种阿杂闷热熏蒸窒气感 而南方火拉拉的阳光也将忠日追随每一个人 专家指出从气候变化的角度相对来说 今年夏天整体会比去年更热 而且初夏阶段北方高温的影响因子复杂 部分侧战打破历史极致有一定的可能性 预计高温的日数也会高过长年同期 河南持续高温 农民顶着40多高温干农活 高温加干旱的制考模式有多恐怖 剩下酷暑 中央迹象台已连续发布多条高温预警 华北正在经历一段时间不短的少雨干旱时期 可能导致农作物生长发育不良 高温灼伤 产量受损品质降低等 同时使得人们对北汉南澜的印象更加深入 农业生产上要急早采取蓄水抗汗等措施 有道是人物第一时 地物人一计 随着三下卖收到来 如今农户们正忙碌着进行喷灌浇水作业 据悉2024年河南的干旱情况已达到了14年来的风趋 干旱少雨的天气导致土壤伤情下降 部分地区甚至面临严重的干旱危险 对丘粮作物的冲苗和生长而言不是个好招 对此蔬菜设施可安装遮阳网 排风扇等降温设备 农户们可充分利用积井 沟渠等先游水利设施 降低田间温度 提高湿度 如今河南不少农户都在紧锣密鼓的 通过固定管道或移动式半固定式管道系统 采用潜水勤灌 日灌夜排或喷灌方式进行灌干 面对更热更汗的未来 至少可以起到降低温度 防止水分蒸发的补救作用 某种异常而言 持续的高温干旱 还会造成饲料供应短缺 尤其是豆泡 玉米等农产品价格快速冲高 以及导致动物米力下降 养殖企业面对更大的经营压力 除此之外 在环境气温达到26度时 畜秦即可受到热硬机的影响 出现明显的生长缓慢 采时量减少 生产性下降等现象 严重者还会休克和死亡 包括奶牛 母猪 肉鸡等等 极易感染各类传染性 繁殖障碍性疾病 对此 养殖户可以在这些出现的饮食中 甲尾西瓜皮 或青蒿 或南瓜 薄荷 甘草 防止其患上日射病或热射 据气象部门预测 华北地区 遭遇创世纪强度干旱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加 河南将面临长达一个月的干旱少雨期 这表明未来该地区的气候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对此 农民们和养殖户们还需做好长期的抗旱准备 如何应对 把灾害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是当下最应该讨论的问题 47度致命高温将来 在河南小麦丰收季节 与夏玉米播种交替之际 华北平原热透了 端午小长假以来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成色预警接踵而至 6月11日前后 北方的高温热量再次增强 一些水库 水位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包括河南 河北 山东等地 经营来了密集的40度高温 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的生活用水 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根据沃尔尼诺向拉尼纳转变的发展情况来看 气象干旱对农业造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小麦收回以后 正是该播种下茬玉米的时候 一波又一波的高温热浪 让农民们苦不堪意 在气候变化加剧的大背景下 预计华北黄怀要大范围地 突破45度高温的期限 势必会使家中和经营场所的用电量急剧增加 其实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在我国北方并不多见 随着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爆发的频率和概率增加 也进一步显示出了 今年夏天的特殊性和极端性 户外工作者还是要小心连续超复合工作 这种天气下非常容易造成中暑事件的发生 从气候角度来说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气环流的异常 华北平原属于温带季风气候 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来临 春汉秋浪 汉浪交际的气候特征更加明显 干热气团是造成高温天气的主要推手 基于气温的升高将导致热浪更加频繁和极端 除此之外 不断加快的成熟化进程也加剧了这一点 为更频繁 更极端和更持久的热浪提供了有力条件 由于热导效应和雨导效应 中国的增温速度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 因此一旦城镇规划中 部分防灾设施的防灾能力不足 就将导致我国多地高温热浪的持续和加剧 更容易造成高温干旱的灾害 形成高温与干旱之间的恶性循环 有关部门表示 2024年有超过60%的概率 僵尸历史上最热地 因此我们必须要防火于未然 科学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各种挑战